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一起美食探店的时间了 今天外出彩风,本来是想在晴空塔附近吃个午饭的 然后发现这边每个店几乎都是挤满了人,只能是转站别的地方 然后发现从压上车站出来之后有一个停自行车的地方 它的上面是一个天台 在这里能够近距离地拍到铁道和电车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告别了晴空塔之后,我来到了东京站在这边吃午饭 眼前的这家烤肉店是在东京车站的地下美食街 店的名字叫做美芳 这是一家淡马牛的专门店 淡马牛也是比较有名的和牛的一种 主要的产地是位于冰库县 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菜单,感觉应该不算太便宜 它提供的都是和牛,而且地点又是在东京站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家的菜品主要是以淡马牛的各个部位为主 有内脏的定食,还有淡马牛的汉堡肉定食 另外还有一些外卖的便当 如果是想要吃烤肉的话,菜单上面也是有的 但烤肉的种类不多 所以这家店更像是一家即烤肉和套餐 还有便当为主的综合性牛肉店 这是一份韩式的血浓汤 可以选择单点这份汤,也可以选择这份汤 然后再配一些米饭做成一个套餐 里面是有浓浓的汤汁,有粉丝,还有煮的非常软嫩的牛肉 它的这个汤汁很浓郁非常的好喝,味道也是稍微偏咸一点 这样一碗汤呢是1540日元 显然作为一碗汤来说,它的身价可能有点高了 平时喜欢喝汤再拌饭的朋友,可以再点一碗白米饭 这家店是位于东日本旅客铁道东京站的地下美食街 东京站平时的人流都是很大的 碰上节假日的时候就更可怕了 进来之前一定要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 一开始以为这一碗只是比较清淡的汤 不过里面的粉丝的量挺足的 如果是饭量比较小的朋友的话 这一碗汤然后再配上一碗白米饭的话 应该我觉得是够了 接下来点了两个他们这边的肉串 它这个长相看着可能有点恐怖 左边是牛的肺部 然后右边是牛胃 并且这个牛胃它的部位是牛的第四个胃 可能平时会对于第二个胃还有第三个胃比较的熟悉 那些都是可以用来做成牛百叶的 先来尝一下它这个用牛肺做成的肉串 说实话牛肺在很多烤肉店里面 它登场的机会远远没有牛的胃来得多 我也不太记得自己有没有以前曾经吃过 可能吃过也忘记它的味道了 它吃上去的感觉有点类似于大肠 但是远远没有大肠这么油 它的弹性非常的十足 需要很有耐心把它慢慢的嚼碎 表面盐撒得很足 然后烤的也有一些胶有一些硬 咬上去脆脆的 然后里面非常的嫩 接下来这一根就是牛胃上面的烤串 跟刚才那个肺部的肉相比 显然这一串的油脂显得更加的多 接下来这一份是用纯的淡马牛肉 然后再加上豆腐和葱 做成了一个牛肉汉堡寿喜烧 用筷子去切开汉堡肉的时候 通过手感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肉切得非常的碎 轻轻一捅这个肉就破掉了 那比起那些颗粒感非常明显的汉堡肉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切得很碎 然后吃上去很嫩的做法 我之前也做过一期 在镰仓吃汉堡肉的视频 就觉得他们两家的汉堡肉的 口感吃上去应该是算比较接近的 这家店开门的时间是 早上的十点到晚上的十点半 总共里面是有39个座位 它的位置也非常的好找 就是在杰尔东京站的地下一楼 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美食探店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